你很行 宇哥胡人现在若在哪 感觉每个单拿出来都挺大腕 把凑在一起都坑尺别都不能球呢 谁大腕啊 小李福斯大腕 他这个招方位离了弯鞋 说白了离了胡人的话 谁会给你这种招呼呢 那你每一场比赛都重惊了 尤其今年 这基督赛季年吹发 烈度这么大 他好死吗 小李福斯你看他薄弱的体型 他就是胡人队防守转最弱的怀 为什么 拉扎甭玩打地 人家是黑人选手 人家那个肌肉坨着 跟他一摆一堆一放 就看起来起码 他没有那么雷若 他不像说小李福斯 对方基本盯着他打 一旦小李福斯跟谁对位 你看谁不打他 谁不攻他 所以小李福斯现在是防守啊 没什么作用了 进攻的碰不着哨 所以小李福斯 在现在这个时代版本呢 已经基本凉了 就不行了 新吹发规则一旦运转 也就是胡人 3月15号之后 他还能在常规 在末尾阶段 那会需要冲战进嘛 还拥有哨声旁边的加持 是属于是联赛当中 30球队里 唯一的一个法外狂徒 但是呢 打到旧赛了 不一样 这个吹发尺度 还是比较阳苛的执行的 毕竟联赛 新时代要有新的风险 旧赛期间众务回归 尤其关于胡人队的比赛 这个可能说有示范的意义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NBA官方通过 执法胡人阶紧 这组系列赛要打出来一组鲜明的案例 欧美是案例法嘛 所以 给今后裁判 做一个案例基础 让他们撞毛换胡 因此小李福斯 博不到太多犯规 没有太多犯规 他是个啥呀 拉瑟尔呢 他实灵实不灵 拉瑟尔首先一点防守 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凑合 或者说怎么讲 在其他那些真正防守骨干面前 他一是缺乏足够防守端 主动上前的这种欲望 二是缺乏防守端 提前的这种建文社的判断 他没有那种防守端大局管 再结合 拉瑟尔进攻端 实灵实不灵 第一场比赛 拉成那个样 要不然胡人队也不注意 要输那么长 第二场比赛 投的好了 但是防守 依旧很差 这就是拉瑟尔 他也不打地 他在联系列当中 也就是一千七八百万 两千万左右 就这个级别 就是普通的 就是一支球队当中的 角色辅助 再往下数没人了 拉瑟尔是个啥呀 拉瑟尔 三分球不是特别准 主要是 产量各方面不太够 防守呢 都说他之前能先读约起 可能吗 拉瑟尔脚步横一速度还是慢 防突破比较弱 你在往板道起中看呢 那一个好像都没有了 还是没有拦住这场 无头传呀 丁维迪呢 他毕竟连续遭遇中伤 再加上外线产量不足 进攻这块一旦上场 拉不开空间 起步不到作用 防守 常有赛期间还行 只有赛期间 他会打硬张 丁维迪也不怎么太好 派上中场 再往下看 没人了 范德贝尔特敢用他吗 进攻端 胡人队多需要三分九 你不知道啊 一旦上了范德贝尔特 那球队咋进攻啊 范德贝尔特的底脚 肯定是被放空 他能投机吗 没有太好用的 胡人现在缺哪种呢 缺那种 在关键时刻能派上中场 就你攻防两端 球队在你身上 都能得到指望的 没有 就扎 他们是农为 最后阶段是这种类型 其他最多算一个八成垒 再往下没了 那拉塞尔有攻没防 小李福斯也是有攻没防 所以中级五人组 明显是没有丹佛绝禁 丹佛绝禁是要啥有啥 大家都是攻守一地 所以胡人阵容没那么 没那么好 GSS热火今年还能创造奇迹吗 如果卡尔特人出局会踩队吗 感觉东不比西不弱 要是卡尔特人还是输了 留着双碳花也没多半的可能啊 热火创造奇迹啊 你看那奇啥呀 这就是一场比赛三分远 所以投出了50%命努力 干净拉23个 破了队史记录了 那一支球队如果破记录了 那你还咋跟他打呀 这就没法打 打篮球桂军接底 是一种运气的概率游戏 卡尔特人呢 其实防守 没办法 对方就是准 你有啥招好呢 那你说卡尔特人防守 逐渐不多吗 那这支球队 他这场比赛防守端 他不作为不努力嘛 但是热火队今天就手感爆表 就哪怕说你防守这么凶悍 但是我依旧能够投进 是有这种邪门事的 那你遇到一支球队 他打出历史上此刻了 你要是败北 也不吃鬼 归根接底呢 打篮球比赛就不用啥 就好像是 赌博55开始的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局面 那每一次都是对方赢 每一次都是自己输 那每一次差不多的 攻防回合当中 对方都是进 那我这块就是 球手说打铁 你就干不过对方 所以卡尔士 三分球没投好 对方投爆了 没控制住 输一场而已 但是后续呢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热火队就赢这一场 仅此而已了 因为斯布尔斯特拉 他的体系 就是有爆发的能力 为什么 因为这个队伍 就是一场比赛 我就跟你大量投赛 我通过三分球 拨一个概率 我只要特别准 谁也都干不过我 那确实是这样的 拨了个概率 但这种伯概率 不可能持续 蓝斯特洛 卢子岛 科尔和斯伯 谁更适合 带这一届猛子队 卢子岛不适合 卢子岛这个人 他也有点 什么感觉呢 有点太过于 拘泥 就一个人的名气 你只要名气大 那么他就多用你 他就对于你啊 有过分的 战术资源方面的偏爱 你这种做法的话 在这么一只 老将横行的 这个美国孟子队当中 我感觉不宜采取 如此操作 史特洛克尔呢 那更是功勋 篮球主义的先行者 电击人 那如果是他指教 你能想象 那些年轻球员 还能捞到上场机会吗 那一场比赛 就是边边角角 给你点零零碎碎的 出场时间 谁能打出好状态呢 光只老将玩 打到后期 万一老将上了 年轻球员之前 又没有得到 充分的战术资源的 倾斜的练 在这支队伍当中 对于战术体积 又不是那么非常熟悉 那球就必败了 斯伯尔特特拉 是最适合的 斯伯尔特特拉 是哪种呢 他打的篮球风格啊 比较偏向于那种 真正的 我对于无名之辈 根本不会有任何偏见 不能说斯伯尔特拉 玩的是平均主义 但是他是讲 平均主义和草根篮球 两者之间 捏合的最完美的 同时你也不能忽视 斯伯尔特拉 当年人家执教过 漫密热火三巨头 也就是说 斯伯尔呢 是既能用草根军团 也能用巨头云集的豪阵 再者一点呢 他还能够有效的 让队内的战术资源 均摊云散情况之下 无论是大腕还是草根 基本上都能满意接受 斯伯尔特拉 既有人格魅力 同时又有战术谋略方面 领先时代的 这种篮球的专业 他是不可多得的 斯伯尔特拉 断档是领先 其他没有任何一个教练 比得上斯伯尔特拉 哪怕是那波贝奇呢 波贝奇自从GDP推移之后 有点浪得虚明的 一二不准说 有时候一位名帅啊 你不光能够在 之前你手下拥有历史 前十级别超级明星的时候 你能够带队取得成绩 但那种成绩到底归属于你 还是归属于超级明星的 你在其中占比 到底得有多分后 这个谁也不知道 只有哪种方法能够验证呢 那现在超级剧情没了 我给你一支评论队 我看你带的是什么样的 事实证明波贝奇 一旦球队开始平平化了 季后赛季节一组新的赛 都难以取胜 你再看斯伯尔特拉 远远超过波贝奇 人家在手下 明星云集情况之下 人家能保证年年打进去 终于比赛 波贝奇能做到吗 波贝奇手下是有GDP组合的 你能保证年年打进去终于赛吗 你多少年没打进去终于赛 人家斯伯尔特拉 詹姆斯维德波斯 哪怕后期维德衰退了 这支球队年年打终于赛 波贝奇 这个斯伯尔特拉 没有三句头人 人家两度打进终于赛 波贝奇能做到吗 你别说两度打进终于赛 人家缠着 郑农张梦没吸入 依旧能够大翻牌 郑农张梦缺了 吉米巴特勒 依旧面对联赛 那种战地地的卡尔特人 上来打成一比一平 这都不是波贝奇能比的 科尔都更比不了了 科尔他比波贝奇都惨 一旦球队没了库里 这支球队基本就是摆烂的渝南 就哪怕说其他那些阵型 再怎么玩好 但是他也顶多就是直教 宇宙用时期 那种基本上 随便抓个球迷过去 这个球队的战地 都不会跌出联盟前三 他只会直教这种 但宇宙用自从一解体 没有库里 这个队友就是连赛当中最烂的 这就是科尔 科尔是最浪德学名的 目前看是这样 就连续当中知名这几大名帅 我感觉呢 泰伦卢还正是在没有 勒布朗斯安姆斯之后 他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的一年 你比如当时保罗乔治 他单核领军 没有拉纳德 居然说打击分局的赛 是快船对死之上的一次突破 这是泰伦卢做到的 所以这些冠军教头里 卡莱尔后续没有证明自己 沃格尔后续没有证明自己 但是呢 泰伦卢证明了自己一部分 斯波尔特朗完全无死角的证明了自己 斯波尔特朗是第一名帅 泰伦卢在冠军主帅里 他算是比较证明自己的 波威奇目前没有证明自己 就波威奇也行 但他比克尔强 但目前看他领军 炒根军团的领军残阵的 这种阵容 打季后赛 暂时没有代表作 波威奇 麦克马龙啊 他目前不知道未来约齐 如果说不打的话 他能不能行 这个暂时还没证明 不知道到底什么情况 至于说李福斯 李福斯比克尔可能说稍微强点 因为李福斯他哪怕没有超级明星 当年那会儿帅领快转 他就在首轮 还拿下两场胜利 万万那是面对宇宙用 所以李福斯比克尔强 比波威奇弱 因为李福斯就在期间被对付 在落后情况之下 完成逆袭翻盘 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 当然这里边啊 有一大部分的 都跟保罗息息相关 你不知道到底是他的责任 还是保罗的责任 他俩各自占一半吧 我感觉保罗的责任 有可能更大 因为保罗他打这些年 他落后情况 他领先情况之下 被反的次数 比李福斯更高 所以李福斯 他这个跟保罗两者之间 他俩是放到一支球队 那就是再大了 放到一支球队 但李福斯比克尔还强点 暗